第二题,它这个函数呢,f of x 它等于 x 那f x 等于 x 就是这一条曲线 就是这个 y 等于 x 这条 45 度角的直线 那现在把 0 到 4 0 到 4 这个区间分割成 4 等分 这里是 0 然后假设这边是 4 那你现在把 0 到 4 切成 4 等分呢 刚好就是这样子 1 2 3 4 4 等分 那所以它的分割点呢,就分别是 1 2 3 4 1 2 3 4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呢,把它写下来 就是呢,这个 把 0 到 4 呢 分割成 partition 4个,那它的分割点就是 0 1 2 3 4 好,这四个分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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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呢,先做上和 好,这个上和呢,它是把这个 用超过的面积好,下去求这个 呃,去估计曲线底下这个面积好 那我们把它画一下哦 这个,你如果要超过的话哦 那么,它画的时候是这样子画哦 这样子 就是用这四个哦 哇,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这是第二个哦 好,然后这第三个长条 那这第四个哦 哇,这第四个长方形 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 上和哦 它就是用它的这个宽度哦 宽度都是1 然后呢,乘以它的高度哦 好,这样四个面积加起来 那第一个高度哦,它是1哦 那第二个高度呢,就是2哦 第三个高度呢,3哦 那第四个高度呢,就是4哦 所以这四个加起来呢,就是10哦 好,去估计这个直线下面的这个面积 好,0到4之间的这块面积 那如果说呢,你用这个下和下去做哦 好,你用这个下和下去做 好,你用这个下和下去做 那么,它的分割点呢 0,1,2,3,再过来4哦 那么,这个下和哦 好,首先呢,就是 嗯,这边不够了哦 下和呢,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曲线哦 所以呢,它带的时候呢 这是第四个 好,这是第四个 那,这边是第三个 它是第二个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一个 好,第一个就是0哦 好,也就是它没有高度哦 好,所以呢,这个下和哦 好,它的这个面积呢,就是0 再加上呢,这一块面积是1哦 这一块 我把它画一下 好,这一块面积是1哦 嗯 然后再过来呢,这一块面积是2哦 然后再过来,这块面积是3哦 好,所以用下和下去估计的话呢 它就变成6了哦 它就变成6 那一样哦,这个分割呢 同学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0到4哦,这个面积哦 好,它的这个 宽度高度呢,面积哦 就是4乘4 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形哦 好,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三角形哦 那4,4,16哦 它的,它的这个 真正的面积是8哦 真正的面积是8 那如果你用微积分的这个方法哦 下去做分割哦 下去求和 那么它 上和下和分别是10跟6 那 当这个分割的数目呢 越大的时候哦 它就越紧缺 也就是说呢 这个10会向8取近哦 那另外呢 这个6呢 也会向8取近哦